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7月30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節我們轉一點話題 這節想跟大家說說 這是翻了大陸 賺錢 前香港演員 不過他最為人熟悉 就是在台灣拍劇 拍這個 是華視的包青天 在華視的包青天裏面 是做這個角色 叫做御貓展昭 這個角色是最為人所認識的 我們這節嘗試研究一下 就是拿著這個叫做展昭的招牌 拿著展昭的招牌 會做些甚麼事呢 據說 何家敬就是回了大陸做生意 已經淡出娛樂圈 更加 在大陸因為自己的明星 做生意 好像有點成功 據說 據說 據說他身家過億 近日很多人發現這個何家敬 就是搖身一變 成為了一隻 五毛 變成了不是羽貓展昭 而是五毛展昭 我們這一節一起來揭露 到底五毛 是如何煉成的 又要揭露 何家敬 在內地開工廠 更加被踢爆 原來在大陸是做黑廠 是不是夠多汁呢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 真的要省大眼睛 用多些智慧 不要 看兩條新聞 藍媒最喜歡用假資料來欺騙你的眼睛 先跟你說他超賺錢 就是叫做利友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好賺呢 我們這一節也要跟大家詳細研究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記得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三個 第一是我們主頻道 現在被封鎖了 升旗易得道 不過 是會被解封的 需要時間 而且我們 盈利戶口 被取消 暫時所以不用主頻道廣播了 需要被迫使用後備 後備 星期二日報 還有一個後備中的後備 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按訂閱 我們這段時間 出現了營運缺口 由於 免費模式被徹底關閉 所以出現了營運困難 所以我們 也是沒有辦法 希望 希望聽眾可以付費支持本台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後備頻道的會員頻道 我們也真的很希望 快點能夠恢復 不過也沒有辦法 最快要等到10月 才可以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夠正常運作 如果能夠的話 我們一定 繼續 堅持本台的主張 繼續 主要 鼓勵聽眾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我昨天跟一個朋友討論了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 一個人做一件事 什麼時候算是失敗呢 我們總結了幾個情況 我朋友就表示 你轉型做其他行業 證明你做幾行也做得好 我們 是討論這件事 我認為 是應該倒轉 一件事成功與否 首先第一 不是純粹看看有多少人知道你在做那件事 而是到最終 你 是不是在遇到困難 又或者不如意 的時候你也繼續堅持做那件事 包括 事業 事業有順境有逆境 我們最後大家都同意一件事 就是到最後 你 那件事 不再做下去 不再行 這樣 就是真真正正的失敗 當然如果你 算是在世 如果你離世沒辦法 其實很多 演藝人 其實他們 都是想做紅了自己之後 轉行做生意 持著自己的名氣 就去賺錢 到最終 真的清得上 在娛樂圈裏面 是真的喜歡做戲 真的喜歡做演藝人 以演藝人 自稱 直到自己 離世為止 有多少人呢 我們當然也知道 做任何事業 做任何生意 做任何的事情 都有起有跌 都會有 成功順利 都會有不如意 何家敬就是做演員 成名 後來就回了內地 開工廠 更加 被傳 說在內地找到盆滿撥滿 說他身家過億 結果最近何家敬就是自己出來拍片 出來拍片 搖身一變 成為了 熱愛中國的一隻 他出來大大力 批評 這個 是西方的米X年 米X年大家都知道是甚麼 米GX年 今年63歲的 何家敬 轉戰商界 在內地 報稱 開設食品 以及健康生意 這個 就叫做勁家莊 在大陸 經濟到盆滿撥滿 說他身家過億 近日在 網上 拍片 公開 批評米X年 說米X年根本沒有資格 評價中式餐廳 說自己完全不相信 這些西方機構 對中方食品 懂得評價 當然我們也覺得 米芝年 評西餐的時候也挺正確 評其他地方的食品就出了很大問題 尤其是他們跟我們亞洲人 或者華人的口味完全不相同 所以鬼佬評亞洲食品 一定會出事 一定跟我們的看法不相同 何家敬回大陸 在大陸做生意 叫做勁家莊 跟著就據說賺到錢 於是 就開始囂張起來了 回大陸 在大陸做生意 在大陸更加獲得一定的成功 這些人就是最容易 立即搖身一變成為了外國份子 跟香港大多數的娛樂圈的藝人其實都是一樣 在國內 開工廠 不過也有人爆料 何家敬 在惠州就是搞工廠 原來是叫做黑工廠 為什麼黑工廠 在中國大陸開工廠 而又真的賺得到錢 其實你想想也知道 肯定 是有不良經營手法 包括搞血汗工廠 欺詐 壓詐廉家勞工 有人爆料 說他 說他 工廠 的資金是低於一般的水平 說這個何家敬根本就是開黑工廠 在中國大陸開工廠 其實 如果不是向這個基層員工 搞壓閘 基本上 是沒有可能做到那麼多的 雖然我們不是說全部開工廠就一定是壞人 但是 中國大陸的營商環境 無論任何時候 也有官方組織過來向你爬爛腳 說你這裏要罰款 那裏要罰款 叫你給兩張 發票 然後 那頭收完 又說你沒有報稅 中國大陸的官方機構 用盡各種手段 向民間機構勾索 尤其是 在現在 尤其是在疫情之後 疫情之後 全國 被封鎖了三年 我不相信 何家敬 是真的 做食品 做健康食品 是可以一直做得住 我相信 他 賺賣 過去那十年賺賣的錢 隨時 在剛剛這三年 是全部輸清過 為甚麼中國大陸那麼多人 搞到要自尋短見 就是這個原因 這一節為甚麼要說何家敬呢 就是因為在我們 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 在我們那個年代裏面 有很多就是電影 電視名人 你看他做某個劇集 裏面 就是正義之事 但是最可惜的 就是他們在現實世界 他們往往在現實世界 不單止不是正義之事 而且更加 在做 助奏為虐的角色 有時候這件事也挺可悲的 這一節 算是 一點點娛樂新聞 雖然我們這個節目很少說 這節要說的就是因為我發現 何家敬在內地開工廠 我是絕對不相信 娛樂新聞 是會跟你說真話 娛樂新聞就是跟你說何家敬很紅 這幾年在中國大陸開工廠的人 沒有一個不是叫救命 所以大家 記得用你十足的智慧 去看那些所謂的新聞 我們這節要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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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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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裏